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今天要講解的角色是打野足卡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觀眾 可以趁這個時間點幫我點一個訂閱 同時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我每天下午5點準時發布傳說對決的影片喔 那一開始的時候一樣是先紅BUFF開喔 然後這裡夸克是幫我們展示了一下這個被動 那在裝備的部分的話是選擇出打野裝一階之後 直接上這個鋼鐵長槍加上遊蕩者之學 因為打野裝升到三階的其實那個攻速的效用對於祖卡並不會太好 就跟刀鋒一樣主要的傷害來源在於說他的技能階普攻 而不是這個攻速的持續持續普攻喔 那吃完四等之後是來看有沒有機會做GANK 那中路的拉茲是... 喔位置有點深喔 這裡是技能慢慢放 穩定的將這個人頭給拿下來 然後還省了一個大絕 那這裡蹲到對方的悟空是直接一套傷害打他身上 那這裡比較可惜一點喔 就就像我說的我的技能放的有點太早了 就他交了這個位移跟隱形的時候 我沒有後續的技能去跟上了 那在這裡是塔拉比較靠近的情況下 我們就不吃這一條古龍了 再來做一個蹲點 那看一下中路的拉茲還有沒有機會再次進行擊殺 那這裡是看到拉茲技能往前之後 直接一個大絕往前 但是這裡的... 跟隊友的配合比較可惜一點 是...沒有跟上喔 所以... 這個人頭沒有拿下來 不過又將拉茲給打殘了 那這裡再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抓到這個熊貓 那沒有機會之後趕快回去自己家農野怪了 因為其實花了太多的時間在做GANK 但是只有拿到一個人頭 但是這樣的投資並不虧 因為還是有幫助隊友打到蠻多的一個優勢 但是我自己的等級就會比較差一點喔 那這次看到對方的熊貓直接上來了 那我們直接一個大絕往前 喔唷!這個夸克直接勾到對方的熊貓 那我們這裡的話就是兩個人去收一隻喔 將熊貓加上井都直接給收掉 但是這時候悟空又直接趕上 將目標放在我們的夸克 那夸克又展示了一下他的被動喔 那這時候持續的在我們家農野怪 因為我們的等級實際上有點落後了 在這幾波GANK來講的話 雖然說拿到人頭 但是對於熊貓來講的話 他還是一隻需要經濟的角色 那農完野之後要看一下這個魔龍有沒有掉喔 因為這個魔龍如果你在農野怪的時候 不小心被對方偷掉的話也是很虧的 那第一時間前往這個魔龍去做一個視野探查 看一下對方 喔!已經在開魔龍了 但是這時候還可以搶 你直接一個一技能往前加大招 暈到了兩隻 那這時候打著打著就滾出去了 那剛好魔龍被我大絕壓下了這個悟空 沒辦法放制裁喔 那我就順便的搶到了這條魔龍 所以在平局的時候不要太主動去開這條魔龍 因為你要承受傷害之外 你的這個站位還很容易被對手限制 那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很順利的打贏這個魔龍戰了 那紅BUFF已經出了 我們持續的在家裡農野怪 那農野怪的同時一定要一直去注意小地圖 我隊友也沒有需要你的即時支援喔 如果有的話就直接放棄手邊的野怪 第一時間趕往這個命安現場 那在這裡是看到對方的井喔 那夸克斯一拉 欸!勾!勾出來一個熊貓! 那就直接利用一個大絕往前貼身 直接收掉對方的熊貓喔 但是這是一個... 井換熊貓啊 那在這裡再看一下有沒有機會能夠收頭 那往前抓到對方的井 那我們中路打得很好 直接一個毒氣炸彈 將井給回炸喔 收掉這個井的人頭 那藍BUFF已經出了 我們再回去農一下自己家裡野怪喔 那農的時候一樣不停的注意小地圖 出完這個藍之後 感覺中路又有戰事要發生啦 好忙啊 那抓到對方的這個拉茲 奧斯塔拉 那窩呦 我們中路的這個蓄器是 就是預判到對手的一個位置 那拉茲將所有的技能都交在了 裴塔身上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輕鬆將他帶走喔 那這裡是悟空的一個反蹲 我們這裡等一下 等技能CT好之後 直接兩個一技能收掉對方的悟空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拆對方的中塔 那這個井的位置是往前滾之後 直接選擇果斷大招往前 然後這個四段位移連吃四下塔 瞬間陣亡 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 一邊位移一邊吃塔喔 我是先被外塔給打了一下 然後滾過去被二塔打了一下 然後在一技能回來之後再被一塔打了一下 然後走不出去再被一塔打一下 瞬間吃四下塔喔 那重生之後是先來吃自己家的紅buff 然後又有戰事發生啦 哇好忙啊 那看一下中路有沒有機會做一個支援 這裡先做一個蹲點喔 看到對方的井 一個大招是空掉了不過沒關係 這個兩端位移是收掉了對方的拉茲 那這個夸克是勾到了悟空喔 那等待技能CT好的時間 再一次去做一個進場 好一技能好了 往前兩個普攻 收掉了井加上悟空 喔唷 這個夸克 是再一次展示了他的被動 哇 為了幫我拿三連殺 是夸克又掛了喔 那吃完這三個人頭之後 來吃這個魔龍 那吃完魔龍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蹲點喔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抓到這個拉茲 那 喔啊 他看來是不想繳過路費喔 那我們這裡就回家囉 那把狀態回滿之後再出來 因為畢竟我們只有這一個 奧義的8%吸血 那奧義的部分的話是帶上了16%暴擊的暴怒 加上奪萃五個精靈五個 以及龍爪十個喔 那這裡是看到對方的悟空 看我的四段位移直接往前 一個最速送頭 我這邊只想著說我的四段位移一定能追上他兩段位移的這個悟空 然後就完成了一個最速送頭喔 那這裡要特別留意一下 如果當對方的這個小地圖是人員都消失的情況下 絕對不要這麼照鏡的去往前抓敵人 那這裡是一個錯誤示範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一樣重生之後我們一樣先出來吃個紅buff 然後魔龍已經要重生了 整理一下兵線之後再去吃這條魔龍 那中後期的時候絕對不要想著一直打架喔 因為你要有這個兵線你才能夠持續的推到這個塔 因為現在的防禦塔改強之外 這個塔的防禦只要沒有小兵的話是會非常硬的 那這裡是抓到對方的悟空 之後看一下對方的熊貓是已經將大絕交掉之後 一個維歐痛歐一頓收掉了拿到一個雙殺 然後這裡再往前抓掉對方的拿到一個三殺 再一個大絕往前殺掉了這個拉茲拿到一個四殺 那此時這個塔拉是最硬的喔 但我選擇往前直接兩段之後配合普攻 再一個普攻再一個回炸 只有這時候覺得有機會可以殺掉 只有一個往前 再配合自己的大招往前一跳 暈到對方的塔拉完成了一個五 五 殺 二 再見 好的那回到我們這個打野主卡的講解喔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十四殺的熊貓 現在是非常肥喔 尤其是當我這個熊貓出到了這個坦 走開 哇我的五殺沒了 好久沒有五殺了 好難過啊 哈哈 沒關係喔 那這裡收掉兩個人頭之後 剩下的是對方的塔拉 那這裡選擇抓比較軟的這個拉茲是抓不掉 那由於我出坦裝的關係喔 看到這個悟空打我的傷害是沒辦法將我秒殺 那這就是這個坦裝半坦型的主卡的一個優勢 那他既能攻又能守喔 那這裡我的狀態是不好了 所以等一下穿野怪再回家一趟喔 那這裡回完之後我現在已經來到了15等 將這個打野刀賣掉之後是打算最後一件裝備出這個拘魂刀 因為最煩的對手目前就是剩下塔拉一個了 那只要能夠限制他的一個回血的話 對我們整個團隊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這裡再做一個蹲點 清理兵線 看有沒有機會 喔再次有戰事發生 第一時間選擇往前 那看還是沒有機會抓到對方的軟皮喔 那剩下的一個塔拉是沒什麼機會 欸這裡拉茲 有情相送 那在這裡的話殺掉對方的拉茲 我們是可以再次整理兵線 那等一下可以再去吃這個凱撒喔 看一下這裡是夸克已經打起來了 第一時間前往去支援一個往前之後 是先利用大姐逃跑 我怕第一時間被圍毆 那先將這個距離拉開之後 再利用自己冷卻很短的這個一二技能去做一個收頭 那成功的殺掉對方兩個軟皮之後 這一個拉 這一個塔拉就走不掉了 拿到一個三殺 那一樣我們持續的整理兵線喔 在這裡要趕快的去做一個兵線上的整理 然後將這個塔給推掉 擴大我們的優勢 那這裡選擇試試看能不能殺掉對方的拉茲 看起來是不行喔 那吃完這個藍buff之後 再做一個蹲點 看來是沒有機會了 那將血量給回起來之後 這時候再做一個蹲點 但是這個悟空應該是有看到我的才對喔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選擇走得過來 那將這個悟空給收掉之後 然後再次去整理兵線 哇 整理兵線整理兵線 好 清完兵線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主動權 那這時候 兵線清完之後 將對方的人員都限制在 家裡的途中 我們這裡就直接選擇去進攻這個凱撒 悟空也還沒有復活 那吃完這個凱撒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強壓這個高地塔了 那這時候是 再次去帶送這個兵線 好 非常重要齁 兵線是這個遊戲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這裡 我們的隊友很厲害喔 直接抓到對方的悟空槍警 然後這裡選擇 直接往前一個大招 四段位移 最速送頭 又再一次完成了 一次最速送頭 對喔 這四段位移 真的很OP喔 就 他不只是可以對 對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威脅 同時也可以 讓自己送得很快 所以這用的好跟用的不好 就 大家要特別留意了 那這裡是 夸克又拉到了對方的拉茲 那 你的隊友非常優勢的關係 這一場就可以直接來結束掉了 那麼 今天這一場 就是我對打野祖卡的一個講解 那 我個人是很喜歡出這個半坦裝的 因為他既能攻又能守 就能夠打出非常好的一個會戰張力 那 今天的影片已經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同時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每天下午五點 準時發布傳說對決的影片 那麼 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掰掰